你可能要先彩排一下 彩排是你要确定你要怎么做 理论上是先做清除 清除的话,我们怎么清除 可以怎么样 我先把公式先复制一下 复制完之后,彩排就是1 Ctrl Shift 向下 然后按体力测 这个好像跟之前的VBA的做法一样 然后再来的话 删除掉之后,我再把刚刚我复制公式 记得贴上去,然后向下填满 把它录下来,所以我有两段 所以第一段的话,我们来试试看 第一个扩充功能,锯齐,录制锯齐 第一个我先录什么,录清除好了 所以清除,这边 不过它跟那个VBA不一样 VBA是先填那个锯齐名称 然后再开始,它是先开始再填 不过都一样,1,游标先放在这边 B2 2,Ctrl Shift 向下 3,Delete 这样就清除了,把它储存一下 这个叫清除 所以一样,这个名称我把它给它一下 叫清除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再加一个什么 叫刮胡字串好了 反正这个名字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开始录制了 录制一样,再录一次 然后录制聚齐 然后1,游标放在B2 然后上面的话,把刚刚复制的东西贴上 然后按个Enter就可以了 然后他问你说要不要自动带入 要自动带入打勾 就是帮我自动填满好了 OK 那就把它储存一下 这个的话叫刮胡字串好了 OK,好,按储存 那我们得到的结果 我们来Run一下看看 如果正常状况应该就OK了 OK之后的话,你可以在哪个地方看到 其实哦,直接就是可以在这边看到 有没有,管理聚齐的下方 会有两个 一个是刮胡字串 一个是清除 那如果你要让它WALK的话很简单嘛 不就是直接从这边吗 OK,然后清除 看一下 但是,特别注意哦 这个一定要授权哦 如果没有授权哦 是没办法继续的 有点像是那个VBA里面那个什么 你打开档案会有个启用内容 其实概念是差不多的 所以继续 然后他问你说你要用哪一个字 用你目前的这个账号就我 然后点下去 然后他问你要不要允许 一定要允许 他这边底下有写的 一定要允许 你才有办法做下面的 好,这个时候允许之后的话 我们再Run一下 清除 掉了,有没有 然后再来 关乎自串 有了,有没有 所以其实 录制聚集 没有很复杂 只是说你录完之后呢 当然直接在这边执行也没问题 也不会太麻烦 但是好像就是 如果可以在旁边增加按钮 感觉会更加的简便 不然还要在这边找到扩充功能 还要找到聚集 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待会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把这两个东西变成两个按钮 跟上个礼拜一样 OK 那要怎么做 当然做法跟上个礼拜一样 所以 不过你们在做这个按钮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知道 到底你录了这两个东西 它帮你放哪里 其实一样 这个跟VBA蛮类似的 VBA里面呢 我们一样点Visual Basic 它会呼叫那个程式 其实它是放在这个名称叫Appscript OK,等一下 那你会发现打开来 里面应该 因为我刚刚录两段 所以它两段的谛